Hello 創業家們 今天企業經營的還順利嗎 這個影片要與你分享的是 流論5分鐘商學院基礎的第251講 去中心化 商業的世界必須要有一個中心嗎 今天這一講主要分享一個特殊的商業概念 去中心化 那什麼叫去中心化呢 這邊舉個例子 假如今天因為水、空氣、食物的品質不OK 導致癌症發病率提高了 我們可以怎麼辦呢 我們可以去買癌症險好獲得金融保障 可除了買保險之外 還有什麼別的獲得保障的辦法嗎 假如流論老師說啊 他打算從5分鐘商學院幾十萬的學院當中 招募3萬個會員 成立5商互注射 你只要做出承諾說啊 萬一這3萬個會員當中 有人不幸得了癌症 你就會捐給他10塊錢 你就是會員了 而從你做出承諾的那天起 你會經過一年的觀察期 過了這個觀察期 你就可以擁有被捐助的資格 那為什麼要有這個一年的觀察期呢 這是為了避免有一些投機者啊 只想接受捐助 不想捐助別人 想要等到得了癌症再承諾幫助別人 因此為了篩選掉這群人 我們就要設置一個 一年的觀察期 過了一年之後 所有人都過了觀察期 假如這時候啊 有一個人很不幸得了癌症 劉文老師就請每個人直接捐給他10塊錢 不要把錢直接給5商互注射 或者是給劉文老師 因為就算是再少的錢 像超過200個以上的人募資的話 就可能會被定性為非法集資 因此劉文老師說啊 互注會的成員 可以直接把錢捐給這個不幸的人 他只是組織大家來互注而已 這時候假如問這些會員 你會不會捐這10塊錢 相信大部分的人都是會捐的 一來是因為會加入這個互注會的人呢 都是有愛心的人 二來是因為如果你不捐 劉文老師就可能拿掉你被捐助的資格 就算你說你是因為工作忙忘記捐了 沒關係 就再重新到觀察期觀察給一年吧 這樣的規範下來呀 相信大部分的會員都是會捐這10塊錢的 3萬人每個人10塊錢 就是30萬 這位離來的朋友就可以拿著這30萬去治病了 這時候五商互注會 就會再次進入等待下一個被捐助者的狀態 你想想從金融的角度看這是什麼 這就是保險 保險的本質 就是把小概率事件的高風險 在一群人身上平攤掉 在過去這件事情因為組織效率的原因特別困難 於是出現了一個中心化的組織 也就是保險公司 保險公司就跟大家說 只要你們把錢都交給我遇到問題 我就會賠給你 可是這麼大的保險公司要保持運轉 必然會吃掉一部分的保費 只能把保費剩下的部分賠付給不幸者 那能剩下多少錢呢 很多保險公司最終能賠給大家的 也就是賠付率 可能不到用戶繳納保費的50% 而我們再回頭看看前面的五商互注會 離來的拿到的這30萬 一分錢都沒有損耗 全部都到了需要幫助的人身上 他的賠付率是100% 而五商互注會為什麼能做到100%呢 那是因為他充分利用網路的連接效率 去掉了中間一切的環節 實現了去中心化 當然劉文老師說 他並沒有真的要做五商互注會 他會舉這個例子 是為了幫助大家理解 網路帶來連接 連接帶來的去中心化的趨勢 那既然提到去中心化 就不能不談談大名鼎鼎的區塊鏈和比特幣了 很多人聽到區塊鏈就頭疼 因為他們認為區塊鏈是金融科技 可是劉文老師去很多銀行啊 保險啊 基金啊 證券公司講課 也有不少金融從業者對區塊鏈看得一頭霧水 但劉文老師今天不是來講金融科技 也不是來講密碼學算法的 更不是來講高等數學的 對大部分的人來說 只需要理解的是區塊鏈對商業世界的本質價值是 去中心化 而比特幣呢 就是基於區塊鏈技術上的 去中心化世界的貨幣 以後假如有別人問你什麼叫區塊鏈時 你就可以告訴他一句話就是 區塊鏈其實是一種分布式記帳技術 而假如他在問你 什麼叫分布式記帳技術呢 你可以說 過去我們有多少錢這件事情 是存在銀行帳戶這個中心化的數據庫裡的 區塊鏈呢 就是把你有多少錢這件事情 通過網路記錄在了無數獨立的電腦上 並通過密碼學讓他變得不可被篡改 從而讓中心消失了提高了效率 甚至降低了中心想騙你錢的道德風險 那什麼是比特幣呢 今天的貨幣是由各國的央行 也就是各國的一個中心化機構來發行的 比特幣呢 就是基於區塊鏈技術的貨幣 是一個沒有央行的貨幣系統 雖然他號稱是貨幣 可到目前為止 並不被大多數國家所認可 因為一旦在交易過程中出了狀況 根本就沒有個國家的央行可以追查得到 可假如你手上有比特幣 你依然可以在網路上透過比特幣做交易呀 最後啊你還可以加上一句 不管是區塊鏈還是比特幣 其本質都是去中心化 在以前啊 中心化的新狀結構 是組織資源的最有效結構 到了連結效率突飛猛進的互聯網時代 去中心化的網狀結構變得更加高效啊 什麼是去中心化 在連接效率不高的時代 中心化的新狀結構 是組織資源的最有效結構 模式網路行銷人工智慧的修煉筆記的話 歡迎你掃描畫面當中QR Code 到我網站去看更多唷 我是河俊 我們下個影片見 拜拜